昨天小姨夫不小心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 万幸的是并没有因此摔到骨头 坚强的小姨夫依旧坚持着累强的工作 这让我忍不住地想给他点个赞 在他们全家人的共同努力下 这间屋子也到了封顶的阶段了 卡米德和瑞扎则开始清理室内的地面 这些砖块都需要搬运出去 留着以后还可以继续使用 由于他们一家的人口众多 如果后期他们要是在这里再建造几间房 那就更加地完美了 毕竟大家都睡在一起也太不方便了 而且孩子们的年龄也越来越大 室内散落的石块同样也需要进行清理 以后这里也需要进行硬化处理 帅气的瑞扎作为哈米德的堂兄弟 一直也是尽心尽力地来帮忙 做事情的时候总是冲到最前面 虽然小姨夫的腿上有伤 她走起路来一瘸一拐 但她并没有选择休息 而且仍然选择坚持干活 这点伤痛并不能停止她前进的脚步 而小姨则往山上走去 这里散落的石块有明显的人工建造的痕迹 这里也许之前发生过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大家心心念念的毛驴终于出现了 他们用它来运送收集到的干柴 毕竟干柴太重了 靠人力很难运送回家 所以就苦了毛驴胸了 虽然他们有煤气罐可以用 但来回的充气太过麻烦 而且价格还不低 所以干柴才是他们平时最重要的生活材料 要想驴胸有力气 那必须要先为气填饱肚子 由于这里的山坡非常的陡峭 所以行走的时候必须要格外的小心 这要是翻车了麻烦可就大了 而哈米德则在继续地收集木头 他每次都直选已经枯萎掉的部分 不仅更容易砍伐 还最大程度地减少对自然的破坏 这么大的一棵树要想运送回家里 那也不是一件一事 必须要将其进行分割成小块才行 这也是一个需要耐心和相对漫长的过程 而为了一次能多装一些干柴 他们这次还制作了一些工具 这样才能一次装得更多 而且还不容易途中掉落 只不过属实是苦了驴胸了 这里的白天非常的短暂 很快夜色就越来越深 他们必须要尽快回到家里 没有电灯的他们走夜路 将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而且夜深的时候 很有可能会遇到未知的野兽 等他们来到山下时已经很晚了 将驴胸身上的干柴 都转移到汽车上就可以了 到家里后将其一一地卸下来 这些也足够他们用上一阵子了 而随着孩子们小假期的结束 他们也该回到学校里去学习 由于路途遥远 所以他们决定连夜就出发 孩子们由小姨夫和小姨 给负责送到学校 相信孩子们很快就会再次回到家里 次日清晨 依旧是晴空万里的一天 天上竟没有一丝的薄云 早起后母亲首先做的 就是给家庭投喂食物 土鸡们也在逐步地长大 一切都在井然有序地进行发展 而小兔子们则被关在了房子左边的笼子里 里面竟然还有很多的小鸡 看来他们之间相处的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今天的早餐也是十分的简单 来几颗煮鸡蛋就可以了 搭配着大饼就是一顿饭 孩子们不在家里 家里也显得十分的安静冷清 孩子确实是一个家庭中很重要的润滑剂 家里的餐桌隔一段时间都需要清理一下 洗好后直接晾晒在石块上即可 昨天收集回来的干柴也要安置一个好位置 哈米德一点点的进行转移 由于这里平时几乎不下雨 即使下雨也是小雨 所以哈米德将其堆放在室外就没有什么问题 真是一个追求完美的男人 所有的干柴摆放的整整齐齐的才行 家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一只小家伙 看这花纹感觉像是豹子之类的动物 你们觉得呢 之后母亲将之前购买的挂钩给钉到墙上 这样以后挂个衣服就方便多了 而且还可以节省出来很多的空间 此时小姨夫带着一车的砖块又回到了家里 看他们这驾驶 之后估计还会有另一间屋子凭空而生 这个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之后母亲开始缠线圈 他们这种方式还是非常的特别的 不过看起来效率还是挺高的 然后母亲拿出了像是巷子面之类的东西 加入水进行捣碎 有人知道这是什么食物吗 捣碎之后就可以直接饮用 看起来跟豆浆差不多 由于屋顶的封顶工作 靠哈米的一个人很难完成 而且小姨夫送完砖块后又离开了家 所以她选择在家里面休息 毕竟她整天劳累 确实需要好好地休息一下 这种东西也可以当作食物来吃 将其捣碎后加入米锅中继续蒸煮 大火收之后就成了这个样子 这就是他们今天的午饭了 虽然简单但却是非常的干净卫生 这些方钢和采钢瓦是之前剩下的材料 将其统一地放置以备之后的使用 由于新家已经搭建好 帐篷目前就没有什么作用了 每天在外面风吹日晒的 所以哈米的准备将其给收起来 我记得这个帐篷好像是他们租商家的 应该是要归还了吧 由于架构全部都是用的钢管 所以非常的沉重 我就是无量戴Sha実 要是儿子 她写了 三盛 好像一舘 小 principalmente 武俣 祖 成语 在两人的配合下 一个硕大的帐篷就变成了这么一点 一天的生活就这样结束了 昨天哈米德一家去网山上收集了很多的干柴 并且通过家里的毛驴给运送回了家里 这些干柴也足够他们一家用上一阵子了 由于新家已经搭建完成 所以他们将帐篷也给一并进行拆除 今天一大早母亲就开始忙碌了起来 开始制作今天的早餐 还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烤饼 他们几天不吃就十分的想念 这种大饼的灵魂之处就是要经过烈火的制烤 这样做出来的饼才更加的好吃 搭配着羊奶就是今天的早餐了 饭后母亲开始缠绕线圈 他们这种方式真的是事半功倍 果然留下来的传统小玩意儿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哈米德则开始了新一天的劳作 几个弟弟不在家里 所有的事情都要靠他自己来解决了 真替这小子感到着急 也不去找艾米莉约会 每天只顾着工作 真的是太老实了吧 像他这么有责任感有担当的男人 又有哪个女人不爱呢 今天哈米德计划对外墙进行粉刷 由于顶层的部分太高 他搭建了一个简易的脚手架 这甩水泥的动作是越来越熟练了 竟然能做到一点不漏 这水瓶可算是练到家了 为了使墙壁看起来不是那么的单调 他又在上面画出了一些图案 这小子可真是一个追求完美的男人 没想到他还挺有艺术天分的 而母亲则又开始为一家人制作午餐 虽然他们没有案板没有菜刀 只有这一把小刀 但在母亲的手里用的是如此的字 虽然这里很少下雨 但时常会刮起大风 一时间灰尘乱飞 而昨天收集到的干柴 也被他们摆放得整整齐齐的 真是精致的一家人 家里的土鸡们几乎每天都会下蛋 这也让他们短暂地实现了鸡蛋自由 只要肯努力 就一定会有收获的时候 墙壁中间的位置 哈米德同样也做出了一个像是树干一样的造型 他们辛辛苦苦建造好的家园 当然要好好地装饰一番 只不过这造型是有一点独特了 母亲则坐在旁边继续缠绕线圈 偶尔开个小玩笑 两人都开心地笑了起来 生活也本该如此 有工作有娱乐 忙中偷闲劳逸结果 更何况他们并没有太多的生活压力 做事情也是随心所欲 可以根据自己的心中所想来做事情 看似每天无聊和重复的生活 却是很多人遥不可及的梦想 然后母亲在新房子里固定几根钢筋 她要开始她的表演了 将毛线像这样一根根地缠绕在两根钢筋上 她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织绳子 想必一直关注哈米德一家的朋友 见过他们这样的织绳子的方式 之前奶奶这样子做过 没想到母亲也会这一招 虽然这个过程非常的简单 但是前妻的准备工作却是十分的麻烦 需要有足够的耐心 而家里的小兔子则在大口大口地吃着烤饼 这两个小家伙估计也是第一次吃人 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见过这样的编织手法 他们对于颜色的搭配也是十分的讲究 非常的有层次感 而哈米德则继续粉刷墙壁的工作 窗户两边他也做出了一些造型 他做事情从不凑合 并不是简单的想把任务完成 而是想尽办法将事情做得更好 一天的时光就这样悄然流逝 次日清晨 小姨夫也开着车回到了家里 有了他的帮助 哈米德的内心也踏实了许多 毕竟小姨夫号称是荒漠中的六边形战士 他将瓶盖子上凿出了几个小洞洞 拧上盖子后就变成了一个花洞 办法总比困难多 这对于小姨夫来说也是基本操作 喷洞水的目的是为了 使昨天涂抹的水泥沙浆更加的结实牢固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原因了吧 而母亲则继续编织绳子 这个过程非常的缓慢 需要一点点的来制作 二人简单地商量了一下接下来的建造方案后就开始忙碌了起来 帅气的小姨夫开始涂抹外墙剩下的部分 这手法跟哈米德相比也毫不逊色 母亲也停下了手中的工作 先将水杯等物品给清洗一遍 她要为他们做好后勤服务工作 及时地为他们提供饮用水 小姨夫这次回来又带回来很多的水 为之后的建造工作做准备 一家人总是那么的相亲相爱互相的理解和帮助 从不会无端地发生争执 真的算得上是一个模范家庭吗 从这个角度搭配着碧蓝的天空真的是太美了 能生活在这里确实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小姨夫一回来哈米德就轻松了许多 她也有了可以依靠的人了 远处绵延不绝的山峰美景 令人顿感心旷神怡 母亲则继续她未完成的工作 哈米德在空闲的时候也会跑过来陪着母亲聊天 由于外面裸露的钢筋有点影响美观 而且还会来回地晃动 所以小姨夫将其固定起来 外面再包一层的水泥沙浆 这样看起来就好看多了 在他们的不断努力下 家里的设施也在逐步地完善 相信他们很快就能建造好他们期待已久的新家 昨天哈米德开始为新家的外墙做装饰 在他们的努力下 他们辛苦建造的新家也越来越完善 今天一大早哈米德依旧在家里忙碌着 几个弟弟不在家里 活水泥这种事情只能靠他自己了 他们建造的房子可是没少使用水泥沙浆 而昨天涂抹的外墙也早已干燥完毕 上面还有哈米德特意制作的造型 小姨夫开始将剩下的这部分给涂抹完成 她做事情总是那么的尽心尽力从不凑合 而母亲则开始为一家人制作食物 先将青椒和洋葱给爆炒一下 然后将煮熟的土豆用水杯给碾碎 熟透了的土豆操作起来也是十分的容易 将土豆泥加入炒好的菜中将其搅拌均匀 过程中再加进去一颗鸡蛋 这样可以使土豆泥更容易成型 依旧是做成饼状加入锅中油煎 煎至表面金黄即可 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 搭配着大饼和咸菜就是今天的早餐 饭后哈米德用自喷漆对外墙上面的造型上色 她真的是太讲究了 自己辛苦建造出来的房子 当然要按照心中所想来进行改造 这样的颜色搭配使墙壁看起来不是那么的单调 而母亲则开始编织她未完成的绳子 这个过程也需要她有足够的耐心 看似非常的简单 实则也并不复杂 而为了更加的美观 哈米德又在窗户下面补出来一部分 这样看起来才更加的协调 同样大门的另一边也需要补出来一条树干装饰棚 这样看起来才更加的对称更加的美观 在他们的不断努力下 外墙看起来好看多了 没想到这小子还这么的有一属天分 在这样绝美的地方 能拥有如此完美的房子 实属是一件幸事 也令人对此充满了向往之情 时间来到了第二天 碧蓝的天空就如同大海一般 竟没有一丝的薄云 一大早母亲收拾着家里的被褥 每天都要整理得整整齐齐的才行 今天哈米德准备将新建的屋子进行封顶工作 之前的房顶伸出来的一部分方钢仍然可以继续使用 但底部需要加入一些新的方钢才行 十字交叉的设计也可以使屋顶更加的牢 这些材料都是之前剩下来的 看来他们对这间屋子也是早有预谋 这间屋子以后具体用来做什么还真不清楚 希望能作为哈米德的婚房来使用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方钢之间的间隔都需要精确的测量 跨度不能太大了 但由于纵向的方钢的长度不够 他们还需要另想办法 只要用新的钢管进行对接就可以了 幸好他们有电焊机可以用 不得不说他们家的工具可真不少 果然是大户人家 小一夫真的是样样精通 就没有他不会干的活 而母亲则开始清晰门窗玻璃上面的杂物 这对于爱干净的他来说这哪能忍 哈米德和小一夫则继续进行看接 两人配合的还算默契 如此坚固的屋顶 就是来的大风也是毫无压力 没想到小一夫还会休眉气早 在下实在是佩服 闲下来的母亲开始为他们洗衣服 洗好后直接晾晒在砖块上即可 休息之余 母亲为他们准备了每日必备的红茶 坐在家里细细的品味 恢复一些体力 今天的午餐吃的是面条 偶尔吃一次也是格外的好吃 要是再有个筷子就更加的完美了 之后小一夫开始切割起了采钢瓦 这些尺寸都是通过精确的测量的 方刚的末端都用瓶子给密封住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末端生锈 毕竟风吹日晒得不太好 焊接完最后一根方钢后 接下来就开始安装采钢瓦 虽然小一夫的腿上有伤 但却丝毫没有影响他建防的速度 请不吝点赞 correspond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准备 认真努力的小姨夫看起来帅气十足 唯一能打败她的也只是她那为数不多的头发 此时哈米德则和母亲交流着什么 她们具体说的是什么我也没听懂 我猜测大概的意思好像是要短暂的离开 但具体为什么先暂时离开还不清楚 而且她会跟小姨夫一起走 也有可能是要去城镇购买物资 又或者跟着小姨夫去打工或者出去办事情 这个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她们开始收拾物资 这次带的有衣服之类的东西 看起来出去的时间不会太短 穿上西装的小姨夫简直是太帅了 她们做了简单的告别后就踏上了真诚 希望她们能早日地归来 家里人都走了 母亲看着她们的离开内心也充满了不舍 现在只剩下她一个人在家里 也难免有些失落感 短暂地离开也是为了以后能更好的相聚 在这样绝美的地方养上一些鸡鸭家庭 以后再种上一些瓜果蔬菜 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 也不是为一种幸福 这真的是太令人愤怒了 母亲在家里独自照顾六个孩子 没想到父亲阿德这次却带回来另外一个女人 她们母子该何去何从 就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昨天哈米德和小姨夫开始为新的房间铺设屋顶 在他们的不断努力下 新家的建设工作也接近尾声 所以哈米德就和小姨夫一起外出打工 毕竟她也快到了要结婚的年龄了 还是需要工作赚取一些资金的 家里只留下母亲一个人 她的内心也难免会有一些失落感 今天一大早母亲扎依娜就在家里继续编织绳子 这个过程非常的缓慢 以至于她编织了两天都没有完成 这个硕大的家也只剩下她自己 也显得格外的冷清 还好家里还有几只小兔子陪伴着她 此时孩子们也放学回到了家里 大老远就开始呼叫母亲 看到孩子们的归来 母亲扎依娜的脸上也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有孩子们在身边 她也不会感觉到无聊了 家里还是要热热闹闹的才好 回到家里后 孩子们就询问为什么不见哥哥哈米德 她去了哪里 母亲告诉他们 哈米德外出打工了 过几天就会回来了 听到这里几个弟弟们就放心了 先喝杯水姐姐可恢复一下体力 之后母亲开始跟孩子们一起玩起了游戏 家里也充满了欢声和笑容 母亲的脸上也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而后孩子们拿出了书本开始学习 母亲则开始为他们制作早餐 早上煎几个土鸡蛋就可以了 营养方面还是没有问题 饭后他们开始陪着小兔子们玩耍 毕竟好几天不见了 还是十分地想念家里的这几只可爱的小兔子 此时父亲阿德回到了家里 看到这一幕孩子们快速地跑回屋里告诉母亲 并且向母亲告知父亲带回来另一个女人的时刻 父亲阿德还笑着跟孩子们打招呼 愤怒的札音娜质问阿德为什么要这么对待她 她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 孩子们也开始为母亲打抱不开 开始垂打父亲 家里一时间混乱不堪 一直以来阿德都是以一个好父亲的形象出现 没想到他竟然也做出了这样的事情 实在是太令人失望了 她竟然还动手打了孩子们 母亲札音娜在奋力地保护他们 阿德将他们母子都打了出去 但母亲并不能就这样子离开 她需要带走一些生活的必需品 否则在这平级的荒漠中 她和孩子们将无法生存 阿德却一再阻挠不让她带走家里的物资 但面对札音娜的坚持 阿德也选择了妥协 而孩子们也返回家中拿他们自己的书包 毕竟这对于孩子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 没想到没良心的阿德此时还能笑得出来 真的是看错她了 几个孩子都愿意跟着母亲走 不愿意带在家里 阿德想要最小的孩子 不愿意跟末渣留下 但末渣并不同意 但末渣并不同意 他们带着乌兹踏上了离开家的屋 就这样离开了辛辛苦苦建造的家园 实在是太凄凉了 不知道哈米德回来后看到这一幕 她将会作何感想 生活中用于做的毯子肯定不能少 末渣在母亲的指使下又跑回去拿了一个毯子 他们将要何去何从 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但总比和另外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强 走累了的母亲选择坐下来休息 因为她此刻还怀有身孕 母子二人抱头痛哭 此刻她所有的委屈都涌上了心头 但她作为母亲必须要坚强 必须要勇敢地面对这一切 她不能让孩子们跟着她受苦受累 他们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走着 他们必须在太阳落山前找到一个庇护所 否则晚上在这大山中是十分危险的事情 陡峭的山坡并不好走 更何况他们还都穿的是拖鞋 行走时必须要格外地小心 没想到山上竟开着这么多的花朵 生命力是如此的顽强 但这种花的叶子上却长满了到此 梅尔不小心被扎破了脚 好在并没有大碍 他们继续往山里面走去 最终来到一处山坡这里 很明显这里之前有过人居住 这里有一片平坦的地面 并且还有别人制作好的灶台可以直接使用 他们打算暂时就在这里落脚了 清理一下地面上的石子后 将毯子给铺设在上面 现在终于可以坐下来好好地休息一下了 小哈迪委屈地躲在母亲的怀抱里 只要有母亲在身边 不管在哪里都是他们的家 母亲也是他们坚强的后盾 由于梅尔的脚里面还藏有一些小刺 母亲细心地将其给挑了出来 虽然这里的夕阳格外地美丽 但他们此刻却无暇顾及 普尔开始四处地寻找干柴 哥哥哈米德不在家里 他必须要担当起家里的众人 母亲将火给升了起来 孩子们则躺在地上看着天空 这里夜晚的温度还是挺低的 孩子们都披上了母亲的衣服 有了这个不错的灶台 至少晚上的时候不会过于寒冷 虽然家里遭遇了这么不好的事情 但他们能找到这样一个地方还算是运气不错 而且他们出来的时候还拿了一套气灯 母亲将气给组装好 至少暂时晚上的时候照明是没有问题的 转眼间天色就暗了下来 由于出来的时候非常的匆忙 他们并没有带太多的吃的 孩子们表示肚子非常的饿 好在包里面还有一些土豆 母亲决定烤着吃 这些就是今天晚上的晚餐了 这些花朵也是很好的生活材料 只不过获取的时候必须要格外地小心 有了这些火把 也可以很好地驱赶一些野兽 地家人围坐在一起开始分土豆 虽然分到每个人手里面也不会有几块 但他们对此已经很知足了 相信他们将很快度过这艰难的日子 饭后孩子们也该休闲了 今天走了这么远的路 他们也很是疲惫 母亲又在灶台内加了一些干柴 这样孩子们能暖和一点 而母亲札衣那此刻却是毫无睡意 就这样静静地看着孩子们入睡 她的内心此刻也是心乱如麻 而且她还要保证孩子们的安全 都说女人本若为母则高 这在她的身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对于他们之后的生活将会如何发展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